今天我们开始会用这一节经文去理解大卫的处境的一步步的演变 而实际上当我们了解大卫的生平的话 我们知道其实这些一步一步的演变却是一边我们看到神在他身上的素组 而另一边我们看到大卫却一步一步踏上去成为一个王者之旅 而在这一节的经文就是打开了大卫在打完哥尼亚之后的另一个旅程 首先藉着这个经文我想问弟兄姐妹你一个问题 其实你有没有发觉在你的性格里面 尤其是你未信住之前 你发觉你的心境是很倚靠环境 才能够使用这个心境平安 快乐 又或者觉得安全 而信了主之后你发觉你不是那么倚靠环境 当然我希望我说这件事没错 因为如果你信了主之后你都要靠好的环境 才能够使你能够没有恐惧没有忧虑没有苦毒 有好环境你才有好心情 有好的保障你才觉得安心 那你的信仰很明显就一无是处了 因为由这一刻起我们会看到大卫可以说 空险处处的人生 但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些空险里面 一次又一次将大卫的勇敢 他在神的面前的诚恨 他对神的爱 他信仰当中的优质打出来 而并且甚至连他身边跟从他的人 都因为这样而信仰提升 直到大卫真的成为皇帝的时候 他身边就拥有一帮可以说对神致死忠心 也愿意去信服和跟从大卫这个领袖的一帮跟从者 意思是上 也是因为这样大卫就将以色列 只手带到他们成为以色列有史以来 最辉煌的国度 而原因的就是如我所问你们的这个问题一样 原因就是大卫能够过到这一关 他不是需要好的环境 才将他里面人生的好的质素拿到出来 甚至连追恶劣的环境 反而将大卫当中另一类的优质 是能够拿出来 因为理论很简单 就是说如果你人生当中 其实是充满90%的恐惧 而10%的优质的话 于是乎简单来说 你人生当中当然就是充满90%的恐惧 而实际上很多人就因为这样 拼命去寻找安稳 保障 明明跟从神 他都要寻找地上的安舒享乐 那才能够将他那10%的优质拿到出来 因为只要他一不如二 他里面九成的这种苦毒 恐惧 贪婪 不信 缺乏 疑惑 就一涌而出 所以我们是那些 一定要好的环境 身边的人 懂得怎么做 我们自己的子女要乖 我们身边的这些亲戚朋友 甚至弟兄姐妹 懂得遭我们 我们心情才好的话 那很明显 我们内里 其实是充滞着非常之多的劣质 而这些劣质 稍有不慎就可以说满日而出 而事实上 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是一个这样的人的话 我相信由这一节经文开始 它是一个很好的反省 让我们去检讨 让我们去改变 撒母意记上第18章第二节 那日 桑罗留住大位 不容他再回父家 我相信我去神 巨浪暴风 我未逃避 雨露则遣作 我愿意靠你 每一口 带思念着你 人生当中 还经得失多小对错笑话悲 每一光景 将传说画根记 我更爱你 我将一生 在弹前传没为你 我愿意靠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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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